暗春食堂 主持陳榮泰 蔡浩良 回到暗春食堂 未解釋一下暗春 明顯是泰哥和我們是暗春 這個名字是大字給我們的 每一個名字都有一個名字 今天我們來到一個叫阿龍虎頭龍 剛才我們的主角 當然是老闆娘佩姐 多謝通哥推介給我們 其實很有回憶 剛才阿泰哥說 吃咖喱和溝女有關 我女朋友帶我來吃 我30年前吃在太子那間阿龍 那間都是有點淵源 沒錯 那間是我們阿龍咖喱第一次割蓆出來的 30年前 這個加辣姐未敬架 等你開不開心 繼續說說 30年前又是恩怨情仇 這些又是割蓆 第一次割蓆 為何割蓆呢 經常都這麼火爆 為何他們的兄弟 因為他們 沒有生意就是割蓆 這個阿龍咖喱 創辦人韓先生有兩個兒子 有個大兒子有個小兒子 小兒子就是我姐夫 當然是 為了意見不合 或者各樣不合 是否那些開不開分店 不是 因為剛巧 原本在做那裏 拆樓 要搬 搬 搬當然要賺食 我們搬去哪裏 搬去哪裏 那個老爸和大兒子 大兒子勸老爸 你不要跟弟弟做了 跟我做了 那就去了黃國 那弟弟又回來 跟我們這邊的女家說 喂 怎麼辦 我們說不要理他 我們自己開分店 反正你都會做 那我們就搬來這裏 30年前 就是這個阿龍咖喱 剛開始就已經有兩家人 他那裏有個世事寫個政治 我們就沒有寫的 世事那間還在那裏 沒有啦 因為做了4年之後 又為租約加價 這裏集集就說 你們搬來 搬來這裏 有派子搬來這裏 不是 對不起 對不起 在對面 對面有個小店 那裏拆樓 就搬來這裏 哦 這樣 是的 但問題是說 旁邊有味道 沒有 那為什麼這麼有型 他又要搬過來 這樣生氣你嗎 不是生氣 因為我們看阿龍咖喱 在佐敦 太久了 每一個顧客都記住 吃咖喱去阿龍咖喱 就是喜歡吃阿龍咖喱 那裏一定是在那裏 在佐敦 這裏就不用找客人 所以就在旁邊 還有大家可以給劍一下 給市一下 Pak 有沒有試過上網 譬如Google 是 香港咖喱 是不是彈阿龍出來 彈阿龍咖喱 應該都是彈阿龍出來的 是 阿龍咖喱出來的 但是 但是 有時彈我們 現在我們香港的Google 不知道 或者是搜尋那裏有問題 我們這個阿龍咖喱 寫 用這個 用這個名字 就用他們的電話 蛤 對 95號就用93號的電話 93號就用95號的電話 搞到這些人就有點混淆 但是其實大致上 我們的熟客 七成以上 的熟客 已經分了 我們是光顧肥婆 還是光顧四眼仔 已經分了 還有一些混淆 或者聽故事 因為很多恩怨情獸的故事出現 我都不理 我就說 我叫客人 即他們來到這裏 就會問我問題 我就會告訴他們 本事同根深 他說 那是怎樣 我說 我說是沒有用的 老老實實 就是一定是你股客 你是試的 你給錢的 你去試 我會主張別人去試涼間 試完他就會知道 喂 我想吃什麼 我想吃老火 傑頸 我想還是吃老火 稀 那就是你自己去評論 或者結論 你想來這間第二次 再會來 還是不會 所以沒有意思 我剛才來了 我去了旁邊 大家可能就是 甘心剃固了雅龍 就是一個亞洲國雅 那樣的做法 但是 吃完 我自己個人來說 吃咖喱 就是日本咖喱 印度咖喱 以前小時候 因為我們開集貨 剛才蔡先生也有引子說 就是咖喱粉 以前的咖喱粉 因為那時候 現在不會這樣 一瓶瓶 是一包包 小小包 我記得是幾毫次包 那些就是你們集貨 黃色粉 黃薑粉 黃薑粉 紅薑粉 其實它大致上 一拆回來 你們 因為不會 正常人 以前說60年代的香港人 它是獨立演員 獨立包裝 我知道不是中文字 即是獨立 它因為方便你們買 它不會像 印度家庭 或巴基斯坦家庭 它是買一箱一箱 因為它其實好像 我們的柴米油鹽 每一樣菜都是咖喱 他們一定要買多些 但給我們香港人 即是本地人 買五大包 給你沒用 對不對 那你也不會買五大包 就好像買唐 所以現在香港就開始慢慢 有一間新興店 就是油鹽 所以可以逐少賣 不要浪費 而媽媽那時候教我 就是煮咖喱 煮咖喱 就是那些咖喱粉 越煮越久就越黑 你想它辣 就煮久一點 是不是這樣 其實在我認知三十幾年 就是因為 那些咖喱 越熱吃就越好 譬如現在我們說了這麼久 吹了這麼久 那些東西是攤痛 很熱 都很熱 但問題是沒有那種熱辣 出煙 那種香 那些味道又香一些 還有辣 一來是熱 熱辣口那些熱 又辣 哇 真的出汗了 所以我喜歡吃熱的咖喱 就是我自己平時 我喜歡吃日本咖喱多些 因為它甜 你也沒說到 咖喱粉有沒有分地區 有的 其實應該 你那些是什麼咖喱粉 我們印度的 我們原裝正版入人的 貴啊 是的 現在這個時勢 不可以用泰國咖喱 不過 印度 哪些是咖喱 其實應該說 不是哪個區咖 是每一個 其實印度 印度巴基斯坦和泰國 都是聯繫在地圖 都是出產 但是問題呢 出產咖喱粉 都是印度巴基斯坦 這個最棒的 就算泰國人 他們都是用 我講香港那些 我不講 他們原本是泰國人 那些 他們都是買這些咖喱粉 來開的 都有質素 有A級 B級 咖喱粉都有A級 我自己 但我們去超市 不知道哪些是A級 B級 超市那些是10級 超市那些 老老實實 它是沒有 一些特別的東西 所以它是沒有什麼所謂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買 你就是去正宗的 專賣咖喱粉的店 哪裏 即是上環西環 是的 上環西環 我們後面街 也有 或者我們交 印尼的店舖 不是 專賣咖喱粉 椰子 辣椒粉 是 沒錯 一陣味 是的 那些很厲害 而且我四個的時候 一經過 我就覺得很醜 通常是德國阿伯在看店 因為他們的東西全部都送 很少做零售 現在多了做人做零售 因為現在開始 那些人買回自己煮 沒錯 其實它用咖喱粉 不只是煮咖喱 很多其他東西 還有我們這個佐敦 現在來了一個國際都會 有印度人、巴基斯坦、尼泊爾 或者中東 他們都是吃這些東西 用咖喱粉 這些東西 我正在吃雞 我覺得很好 第一 它沒有煮到離骨 第二 裡面真的有些醬汁透了 剛才阿通哥叫我看看 一個問題 原來這裡來吃 有些人就像外燒臘店 叉雞飯 雞腰、雞胸 這裡也可以選擇 沒錯 可以選擇雞腿、雞胸、雞翼 或者雞背 還有一個雞頸骨位 看看有沒有被人吃了 那個是最多人選的 不是 是有幾個客專吃這些 這麼特別 這些 這些雞近了頸這些位 你看到是不是全部骨頭 很少肉 但它就要特意吃這些 因為它不是串 它說這些我喜歡選骨頭 對 選不是串 它吃到它就變成這樣 選完那些骨頭 就變成這樣 嘩 好像我們吃豬骨一樣 絕了 它不會要給的 它不要雞胸、不要雞翼 但剛才你說頂級的咖喱粉 比如 不好意思 我們都是超市的那個級數 我們買回來 有時候標榜裡面 已經混了一些鹽、糖、芫荽粉 那些是不對的 那些 你買回來正宗 它只有咖喱粉 對 因為我們有十幾種香料 我們自己 有一條方式 應該怎樣怎樣 其實每一個食品 都有自己一條方式 都是柴米油鹽醬醋 但是我這些要加多些 我這些要加少些 那就是你自己的獨家的店鋪做的方式 那洋蔥蓉你說了 油就只有 咖喱粉就是 叫做純正咖喱粉 沒有混合 那你再混合什麼 花椒八角的香料都要有 但是那些就是用一包放在這裡 然後它慢慢滲 就像我們滷水汁一樣 哦 即是用沙布包著它 沒錯 粉呢 例如茴香粉 辣椒粉 楊小梅粉 這些基本的 就是 好像我們 其實 怎麼說呢 咖喱的料 其實跟我們中國人的香料一樣 我們就是柴米油鹽 用一些醋 它們就是紅椒、辣椒、黃紅薑 花椒、八角的粉 然後再混合 然後再混合 混合了出來 就變成這樣 但是做了一十多年 會不會 例如下少一兩樣 你都吃得出呢 其實我真的沒有這樣 但是我感覺到 差一點 其實出來的效果是不同的 如果你下少一點 這盒和這盒不同的嗎 不是 底部是一樣 但問題是煮了出來 但是你不知道 自己感覺到 喂 可以差一點 例如這些洋蔥味 或者這些香料不夠 或者你聞到那股味 就差一點 但是我不會像別人的 什麼金利、金蝕 或者一蝕 這些有什麼茴香 這些又有楊小茴 或者這些又有什麼 我又沒有去到這麼厲害 但是我自己憑感覺 覺得這些咖喱未熬得成功 我叫師傅快點加點火 因為始終我們做了三十年 是用心去做 不是說 喂 隨便把垃圾給你 我們不是 我們想給別人一些東西吃 別人吃 就是當自己 自己吃 很美味 很美味 別人會回頭 所以 為何我們有這麼多熟客 就是這樣 就是這些 用心去做 還有 怎麼說 你自己會感覺到 有什麼不妥 譬如這樣 就對了 有椰汁的咖喱 和你現在這些 沒有椰汁的咖喱 沒有椰汁的咖喱 有椰汁的那些就是馬拉 印度 那些就是 日本都沒有椰汁的 有蘋果 是的 但是馬拉 其實蘋果都有 馬拉 其實馬拉人 新加坡的咖喱有八十幾種 有甜 有蝦 有蘋果 有水果 但是人們說 你加蘋果 好美味 但是 做不到 因為我們的咖喱 是用這些配製 你加些東西 我們的熟客 會吃到 喂 今天有些問題 譬如有時 洋蔥 貴節厲害 好美味 出來吃是甜的 他說你 所以你吃生洋蔥的時候 你不會吃到苦潔味 是吃到甜味 我說沒有辦法 那個水好 那你就吃到這些東西 我們都沒有辦法 還有有時候有些蕃茄 為什麼有些人說 喂 為什麼今天好像酸了 就是因為蕃茄的質素 我們就沒有辦法 因為如果用外國貨 就太貴了 這些沒有蕃茄的 有的 都有的 有少許蕃茄的 就是因為蕃茄的質素 所以有很多東西 你其實不知道是用在哪裡 這些就是秘密 這些就是 就不可以讓人知道 但這個就是 應該是你們新研發 是呀 沒錯 就是用了 因為我們用蕃茄 煮咖喱 所以就 有些人帶死女來 就說 哇 撞鬼了 咖喱不吃得 就是說十幾年前 那些咖喱 一路吃一路 好像你加了一些辣醬 因為說的 就是沒有那麼多辣 食 那些小孩子 那些小孩子都沒得吃 那怎麼辦呢 那我們就配上了這個家庭式 番茄牛肉 番茄牛腩 番茄鮮油 譬如這兩樣東西 就是某一個明星最愛的了 所以我又讓你們來試一下 這個是通哥最愛 這個就有一個客人說 楊架超棒的 一定又要讓人試一下 通哥為什麼在不同時辰 就來吃 咖喱雞飯 普頭阿龍咖喱 他只是吃咖喱雞 是啊 沒有其他 跟雞肉有很大的關係 是啊 就是 哪些人無端端會去吃咖喱 或者突然間醒起吃咖喱 我覺得有三重 一 就是作感冒 然後他又來吃咖喱 出身汗 還有 也有些科學鑑證研究 說咖喱是驅寒殺菌之類的 還有可以防老人痴癌症 是啊 就是 每個地方有些人有些殺雀 日本就喝綠茶 就是二年益壽 印度那些吃咖喱 他們很少病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長期吃咖喱 跟著那些 通血管 那些腸 那些細菌又搞定了 是啊 但是有些 中國人就會覺得 咖喱醋熱 那這裏阿龍就標榜不是 他有不同的辣度 還有他有這麼多菜 有洋蔥在裏 我又想告訴你 為何你覺得不醋 而知我們標榜 就是因為有些洋蔥在裏 就是當是蔬菜那樣吃了 那就是好像我們現在主題 要少肉多菜 就是這樣 因為洋蔥都是生蔬菜 那你多吃一點就可以當作食材 第二種人就是 第二種是甚麼情況 就是天氣凍 就是吃東西都是按季節 例如天氣凍 你要麼想起打比龍 要麼就馬上吃咖喱 因為暖胃 但是夏天 其實夏天好像現在這種天氣 夏天都是好吃 很可以吃 去濕 沒錯 但是現在人是不懂 哎呀 這麼熱 夏天吃什麼咖喱 但是當你不開胃 哇 這麼熱 吃粥又很熱 吃咖喱 就開胃了 而且去濕氣 因為我們夏天 太多冷氣了 第三種呢 阿通哥 為何又沖來吃咖喱 就是那個傳統的想法 可能就是剛剛癌了性病 他以為就是吃咖喱可以殺菌 沒有沒有 這個是說笑 咖喱殺菌 這個是我們坑村本色 你不用怕 這是我們 阿通而已 阿通哥而已 這個切蜜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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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就是盡信 是對的 但是有些人說 這件事不知道是不是 咖喱撞羊 撞羊 撞羊 這個新陳代謝 新陳代謝 新陳代謝 因為新陳的洋蔥 還有裡面有些 有些瘟疫的感覺 令到你 當你的血管 年輕女兒 你當然是正 去哪裏 現在很多工學家 他們都知道真正的原因 他們都不知道 印度人吃咖喱有什麼神奇的地方 他不可以完全否定 有些人吃了80-90歲 他還繼續吃 但他又沒有生過一粒瘡 所以因為有洋蔥 他又不會特別肥 當然可能因為太好吃 你吃飯多了、澱粉質多了 純粹只吃一盤咖喱 他只有油、肉和蔬菜 健康也盡量少油 但基本的一定要油 例如起鑊 但我們比平時外面的人 我們已經是少一點油 因為我沒有錢買油 就是一家人 你沒有錢買油 但有錢買蝦 我們現在的蝦 現在要嘗嘗 很彈口 Pet姐今天有很多不同的肉類配搭 現在有一個是羊架 剛才我吃了咖喱和蔬菜味 是很棒的 但女生很怕蔬菜味 我們吃羊一定要夠蔬 Pet姐這個就夠蔬菜 我問一下他在哪裡買 咖喱雞是必然的 在印象中 咖喱是牛腩和雞 後來的蝦、海鮮、羊架、牛排、牛腥、豬蠟 究竟有沒有哪些肉 是不能放進咖喱裡煮的呢 現在的融合很重要 但Pet姐可能這麼多年 他都有一個原則 究竟不可以 咖喱龍蝦又可以嗎 咖喱蟹當然可以 例如咖喱石斑 會不會浪費料呢 我們待會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繼續和Pet姐再談